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的单元 特别要跟各位郑重介绍一位 我们重量体的来宾 那么陆行之先生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 那么过去在外资圈 那么大家可以从花旗环球证券 那么他担任过董事总经理 那么现在他是在整个外资圈当中 是最具重量级的半导体分析师 我想在这个关键时刻 从中国大陆现在全力发展半导体产业 那么到最近我们看到台积电的法售会 那么他透露的第三季的EPS 达到2块9毛1 那么前三季达到9块02 那么看起来他今年挑战12块的目标 可能性是高的 那么同时台积电也是调整 资本支出 那么今年调降了两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内 他如果明年资本支出 仍然会恢复成长 那么全球半导体在最近一段时间 陷入低潮 但是台积电还是台湾最重要的 这个指标股 那么台积电的未来 也是台湾的未来 那么同时在中国大陆 现在加强在半导体的投资 那对联花科相关IC设计的产业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当红色供应链袭来的时候 我想在今天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特别邀请陆行志先生 我相信陆先生已经 大概有将近20年 从来没有在电视荧幕前面 接受大家公开的采访 所以今天应该是 我们本台最重要的独家采访 陆先生好 谢谢市长 谢谢各位观众 我想今天非常欢迎 我相信您能够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跟大家各位观众 谈谈台湾的半导体的未来 我相信对大家帮助是非常大的 我想这一次台积电的法座会 他透露了一个 他一方面资本支出下修了两成 同时大概第三季的季报 看起来也符合市场的意气 我们如果把前三季的表现看起来 台积电前三季营收是到6,399.78亿 那比去年同期成长18.4亿 所以这个成长幅度相较全球的半导体来讲 他表现应该算是好的 那前三季是9.02亿 那如果说从这个三个季度的这个 最后经历来讲 第一季789.59亿 第二季794.17亿 第三季753.3亿 第三季是三个季度当中最弱的 那我想现在对全球半导体的未来 我们如何来看台积电这次 在法收会当中所透露的一个讯息 我相信过去你在外资圈 张总某现在 张总某先生是非常重视你给他的发问 所以我想你怎么看台积电 目前我们觉得他今年还是有成长10% 因为其实台积电自己这么说 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比较有 比较想请教张董事长的是说 未来几年他们其实还是预估有10%成长 但是整个半导体的这个driver 像smartphone啊 像这个PC产业都在slowing down 那未来几年假如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是什么样会让台积电能够有那么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上次想主要问张董事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好 你看到这个 这一次的话说会这样出来 这些数字你都满意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inline的数字 就是跟市场预期的差不多 我有看一下bloomber的数字 其实跟市场预期没有差太多 今年大概就是这样子数字 最主要是明年 明年我觉得bloomber上面数字是比较低的 目前跟台积电所讲的是不太一样的 好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 Apple的这个A9的这个这颗晶片 台积电跟韩国的三星 好像这个单子好像大家抢来抢去 所以这一次有人在讲这个晶片门 这个后面的风波好像还没有落幕 但是我们怎么看苹果未来跟台积电的这个 订单的合作的关系 目前这一次来讲 其实就是考验一个苹果未来的这个决定 就是说它还需要这样子很清楚的分散吗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自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苹果要把两颗不同的晶片装在同一个这个手机里面 就会有performance difference 因为它的那个那个 那个design process都不一样 然后有performance difference 只要差到3个percent 5个percent 即消费者付一样的钱 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付一样的钱我买到是比较差的 好 然后这次为什么台积电能够比较 performance 比较好有两个原因 就是台积电在process上面它做一个routing 就是说它把那个布线的东西 布线的东西把它装在70个layer里面 一般大概都是11个layer 它排得更紧密 即使它的poly pitch是比较宽的 但是它在布线这边比较好 第二个是dice size比较大 对散热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是它赢的比较主要原因 下一个generation是10奈米 但10奈米的competition我们觉得台积电已经赢了 为什么 因为16奈米台积电慢了三星6个月的run 10奈米它是同步 所以下一个generation10奈米已经赢了 但是明年的iPhone是用16奈米 完全就是看翻套 翻套是一个packaging的process 把一些东西全部包进去然后变薄 然后这是一个packaging的process 台积电有pattern在上面 假如说翻套最大的困难 就是它的year rate能不能够控制的好 假如说year rate控制的好的话 其实台积电全拿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目前是认为说 大概八成以上是没有问题 现在如果以专业的研究来讲 台积电目前的晶片跟三星的竞争 它保持大概领先差距大不大 其实16它是晚6个月 我刚刚讲过 10奈米是同步 就看7奈米 但是我刚刚讲的是说它的first round part 就是刚开始量产的 但是后面关系到台积电最强的就是执行面 跟year rate的良率的控制 这两个东西 其实台积电假如说落后别人6个月 它就是会赶上 假如说它跟别人是同步 它就会超过人家 我想这个最近我们看到半导体的大咖 像这个Intel加码投资中国55亿的这个记忆体 三星现在带于西安的总部 在西安它投下非常大 大陆这一次在西安画一个专区 给Samsung去设这个16奈米的最新制程的这个半导体厂 那我想大家其实都到中国去报道了 所以这几个大咖在中国的这个布局 你看未来可能会产生什么的效应 我觉得它会持续 因为中国目前我们估计 Foundry占全球的production 大概10个percent 对 然后backend可能15到20percent 然后design house 10个percent 比起它自己的消费一般抓50percent 来讲的话 等于说Foundry就占20 然后backend可能占30-40 然后design house也是差不多20percent 所以他们要narrow那个gap 那个memory就更差了 是 memory是最差的 Either你我自己发展 要不然你来我这边投资 对 所以变成国家大厂必须要参与 这次中国半导体 它不要再花钱外汇 买国外的半导体 对 你在当地生产 或者你是当地的公司 我都给你一些incentive 它需要去改变这个状况 所以台湾的公司必须要去participate 不是被他们入股 要不然就是去投资 我刚刚到西安回来 我看到那个我住的饭店 一楼有一个厅 它是叫做这个三星的long 就是给他们三星的员工 到这个饭店 大家去休闲喝酒唱歌的地方 所以我看这个是 三星在西安的这个布局 我看是非常的大 就是饭店都有一个专区 这看起来是不得了的 那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讲 中国现在在这两年 其实最大的改变是用 国务院成立的1200亿人民币的 这个专款 做成一个大的基金 那清华紫光也是从这个地方 它拉拢了这个intel 给他这个投资百分之十五 那这个中国在过去这个半导体来讲 这两年是下最大功夫的 那么他用这么大的力量 现在开始对全世界会带来 巨大的影响 这个威力 你怎么评估中国的这个 我们现在讲它叫做红色供应链 那中国在半导体这个产业的布局 未来对台湾到底会带来多大压力 社长他其实他最新的那个1200亿 已经又调到1387亿了 又加码 中国大基金已经在加码 但是其实我们用这数字来做一个计算 那相当于是220亿美金的投资 60%给Foundry 40%Foundry跟packaging 40%是design house 你再divide五年的话 这是一个五年的基金 大概平均每一年投资2亿 就是2.6个billion 26亿美金 26亿美金跟台积电的80亿美金 跟Google Foundry的50亿美金 跟三宋的50亿美金 其实还是小的 对 我们比较concern的问题 我比较concern的问题是 这个数字再被拉大 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它在Foundry的lab 就是插台积电插了4年 backend两年 design house一年 假如说它把这些基金 它现在是三分之一这样子去分 假如说它现在把这些基金 全部投给design house 去买system house 它最近花了三十几亿 买了western digital 然后买western digital western digital 今天又announce去买sandies sandies 所以它这个就是在memory上面布局 它假如说买design house 或买system house 都有决定权 就是说我今天要用你这个chip 我今天要用你的chip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concern 所以其实最近联发科 已经做了很多很好的动作 就是开始在consulted这个industry 现在国外公司也看到这个chip 所以他们自己也在consulted 但是金额都很大 中国它现在还是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角度去思考 我个人认为 他们现在的策略还是错误的 他们会发觉 怎么赶方局都是赶不上 然后backend好像做个半吊子 然后但是design house 还蛮有机会 但是钱不够 所以我最怕的就是说 他们把所有的资金 50%以上 甚至我刚刚讲的 那个22个billion 头15到20个billion 全部给design house 去买system house 买design house 对台湾的design house industry 会有很大的影拍 好